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提醒5,事件的独立性 这个提醒经常出现在选择天空中 一般都是会出现的哦 分值大概在2到4分 虽然不高,但是一定要会 因为它很简单 它的必备知识点只有一个 什么是独立性 独立性它的冲要条件是 PAB等于PA乘以PB 就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例题 例题1,设A和B相互独立 好,读到这儿我们先写出来 独立性的条件 PAB等于PA乘以PB 我们又知道了PA等于0.6 PB等于0.4 现在问我们的是 A发生条件下B发生的概率 那么这个概率等于什么呢 PA发生条件下B发生的概率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PA分之PAB 我们太熟悉了,对吧 那么它应该等于什么呀 PA题目中告诉我们了 就等于0.6 而PAB等于PA乘PB 也就等于0.6乘以0.4 我们一计算 0.6A约掉了 这个就等于0.4 我们一看 哇塞 A答案没有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接着往下看 例二,设PAB等于0 则有什么 它考的是我们的一个概念题 我们还是要强调那一点 公式能推出什么 我们就选什么 其他不要一想 我们先来看一下A选项 A和B互不相容 这说明什么 说明A交B是一个空级 AB是一个不可能事件 它确实能推出PAB等于0 但是我们从PAB等于0能推出它来吗 不能 因为概率等于0的事件 未必是不可能事件 这个后面我们会接触到 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一下 概率为0的事件 并不一定是不可能事件 所以它推不出它来 这个A选项是错误的 B选项A和B独立 A和B独立 一定有PAB等于PA乘PB 这跟已知条件有关系吗 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们并不知道 它们两个相乘是0 对吧 所以B也是错误的 C PA等于0或者PB等于0 这个就更无从谈起了 所以它也是错误的 那我们再来验证一下 D是否是正确的呢 PA 减B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PA 减去PAB 诶 很好 PAB我们知道等于0 那么它确实能够推出它等于PA 所以D选项是正确的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 一定要记住独立性的判断 只有这一个依据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